驅車來到七堵深山 打開倉庫門 讓屋主當場傻眼 原本堆成山的珍貴玩具收藏品 全都被翻空 其中收藏多年的庫博立克雄 更是直接不見60箱 出谷損失500萬元 均價啦 應該有2萬多 正常是2萬 然後有些比較貴 可能有60隻8倍吧 對啊 但是昨天警察說 報一個大概 所以我大概給他報一隻2萬 80萬 雕像還沒算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東西不見 小偷敲開鎖 大方進入搬東西 但監視器因為山區多雨多霧 早就壞光光 這款進口美國隊長 半身銅像 單支就要將近 新台幣38.5萬元 這款鋼鐵人 全身雕像 只要6萬8千元 而日本格鬥遊戲知名角色 不知火舞 更要價12萬3千元 呃有四分之一 有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還有一比一的 哦 我另外一個倉庫就有一比一 哦 幾乎都半光啦 都半光 因為這邊會照到太陽 所以它會有痕跡 那邊可能太陽沒照到就沒有 但是基本上之前是 這樣兩排都是麻 本分局於3月12日受理七堵區某廠房召竊案件 被害人暴稱召竊財物眾多損失金額上代估計 本案本分局偵查隊與馬林派所以及 刑事警察大隊共組專案小組 以課證針對相關的線索持續清查中 目前金融警方已經接獲報案 前往採證展開調查 收藏家已馬上更換新倉庫的門鎖 就怕寶貴的收藏品再度遭到 竊賊惡度光顧 記者 黃紹明基隆報道 這是因為我不知道我的社團貼